上星或太陽巨蟹座的朋友 在農曆八月 鑑於初一的寸女座生月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會如何呢? 有三項要點提醒大家 第一是 如果在一些情感上 你們感覺到很失落 通常說情感 我當是男女關係 但是他也可以說友情、親情 什麼都好 如果有遺憾、不安的時候 其實問題是出自於你們的價值觀 我給我兩個例子 例如你把自己貶到一文不值 你把自己看得很低 你把自己看得毫無價值 在一段關係裡 你覺得自己很渺小 沒有什麼用 只是永遠在服侍別人 會令這段關係很不平衡 別人是佔上風 你就做一個下把位 你會體驗不到自己 為什麼我會負責這個關係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很沒用 這件事當然長久 你可能會當對方是一個英雄去崇拜 但是你見不到原來自己 都是有值得可愛自處 這是其中一個元素 當然你想變得開心 你便去扭轉這個心態 有第二個例子 就是我當你是比較功利主義 所以可能一段關係裡 你很注重對方有沒有錢 對你有沒有好處 又或者這段關係對你有沒有好處 這段關係會不會長久 是否安全 那你就會忽略了 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火花 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火花 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相處不是說 那麼多計算 那麼多計較 但是你就真的會走去這個心態 所以會令到自己的情感有些失落 所以嘗試去轉一轉自己的價值觀 會令到自己開心一點 以上這個是第一個訊息 第二個訊息就是 在這個農曆百月 你們會跟很多的朋友 重新去很多的溝通 我當是WhatsApp 或者Facebook IG那些東西 尤其是真的一些舊朋友 老朋友 這個舊朋友、老朋友 是有兩個意義的 第一是真的一些朋友 You know from the past 以前已經認識 又或者是一些 他的年紀真的比較大的朋友 在這個農曆百月 有機會會見到 尤其是認識了很久的那些 可能是宜時已經是玩開 或者是中學同學、小學同學 即是中學同學、小學同學 你們的溝通都會很密切 不過又提一提 如果談到一些很敏感的話題 例如政治 你們都會比較容易 有一些傷心的時候 所以 儘管看看會不會秘而不談 不過又或者這樣 我相信 我拿一個政治去做一個比喻 但是 如果談到這些事情 有不開心 那就是證明大家的那個 價值觀是很不一的 反而在這些事情 我覺得你不需要調整自己的價值觀 如果你是做一些有良心的市民 你是有一個很崇高的道德 那你不需要為了一些不分是非黑白的人去遷就他們而去改變自己的錯重 好 以上是第二個訊息 第三個就是 這個農地八月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時候 跟一些人去打開天窗說良華 去開心見城打開心飛的 首先是你們的significant other OK 例如是一個非常之信任的男女朋友 或者是老公老婆 一切有什麼心事就盡數心中情 但原來同事都很搞笑的 你可以跟你的一個競爭者 我當什麼競爭者呢 我當 business 的競爭者 好嗎 或者是 如果你一直知道 對方是有一個小三的 是有依賴的 你其實是可以主動去找他去趕數 是的 但這個趕數呢 我不是叫你去威脅他 但是是真的 我剛剛都說了 盡數心中情 可能是用一個比較軟的手法 是的 以油濟乾 可能去動之以情 說之以理 是讀書之以理還是碎之以理 應該是碎之以理 應該是碎之以理 說服嘛 是的 或者是一個 直接是這樣的敵人 他都不單是競爭者 甚至是一個敵人 是的 其實是可以找他們去talk talk 可能一些事情 都會有一些轉機 令到你們大家都可以放下誠見 甚至好一點的話 會令他退出競爭